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好 今天我讲的是最后这一集 关于心血管的疾病 今天最后一集就讲关于营养 怎样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病痛 慢性病痛 好 欢迎来看我的医学频道 特特声频道 所以今天我就开始讲到这里 我们现在在市面上 就有很多很多的 怎么说 种种不同的饮食的方法 来帮你解决你种种问题 总之很多食者 针到你慢性炎症 或者慢性疾病的 我现在讲的想 focus就是注重这个 叫做地中海饮食方法 因为这个饮食方法 就是我们研究了最久 和最详细 仔细的研究 这个地中海饮食方法 其他的食方法 就没有那么多研究了 这个我们叫做低脂饮食 就是我们现在差不多 怎么说呢 我们经常叫人家医生 叫你吃这样的低脂饮食 就是我们经常在市面上 叫你吃清淡 不要吃油腻的东西 就是这个叫做低脂饮食 但是这个饮食 现在看起来 就不是很好 就是很好一个的饮食方法 另外有抗炎 就是因为现在知道 很多疾病是因为 慢性炎症开始的 所以有抗炎的饮食 这个DASH 就是高血压的 专门食来高血压的 MIND 就是帮助你的脑 就是抵抗大脑 系统退化 大脑系统退化 是我们的Alzheimer的病痛 那我们这里知道 中国就很多人吃 吃齋就是吃素 Vegan就是熟素 什么都不吃的 其他人不吃的 Paleo diet 就是古代的人吃饮食方法 Ketogenic diet Ketogenic diet 我们已经看过很多了 但我不想说这些太多 因为Ketogenic diet 是一个比较艰难 Follow的饮食方法 还有要一个有人 就是 医学上面有人帮助你 看着你 其他有很多很多 各种各种不同的饮食方法 今次我就是说 地中海的饮食方法 地中海饮食方法 有一个简单的名字 叫做Predimate study 这个Predimate就是 地中海饮食 来看一下对 心血管的预防方法 它又分开就是 地中海饮食方法 和简单游食 地中海饮食方法 和坚果饮食 比较我们 低脂的食方法 来比较的 这个是很大 差不多很大的讨论 7,440人 所以你的讨论 就是publish New England Journal 差不多是全世界最出名的一个医学的文章 这个study 刚才说过 有7,447人 心脏病有很高的心脏病 要换个红色的 因为蓝色看不到 这个就是这里 有7,444人 40多人在这里 那么分开两种食法 一就是地中海食法 和简单游 地中海食法和简单游 分开 都要OK 另外就是地中海食法 和坚果价格在这里 想找个好些的颜色 容易看得到 都看不到 这两种食法 就比起我们叫做低脂饮食 as a control group 就是比较 这个是 这个低脂饮食 是我们医学上面 所以我们叫很多病人吃低脂饮食 常常叫你不要吃太多油 不要吃太多肉类 就会有一些东西 叫低脂饮食 那这个饮食 就是很普遍的饮食 但是比较 这两个饮食 就是地中海饮食和简单油 地中海饮食 有些坚果 就是nut 这个study 就叫人不要 就是不要叫reduce calories 不要减少calorie 就是不要减少吃东西 又不要特别去运动 你喜欢怎么样就是这样 所以不要把这两个影响少了 这个study 就是4.8年了 就是继续了4年或者5年了 他主要的重点就是看一下饮食 他心脏和心脏的中风 血管死亡的原因 有没有他的关系 另外他又看一看你的体重 心脏病的危险因素 和糖尿病的指标 看看是有没有转到 这个study 就是差不多是很大一个study 是研究心脏病和死亡 那你说死亡是什么 你说4,447人 5年这样来看吧 你想这个研究是很大的 规模 那这两个结果 我们有没有很快的结果 他说是心脏病发作 中风和心脏病死亡的风险 这几样东西都合在一起 那这几样都是和心脏病有关系的 OK 就是血管也有关系的 食地中海飲食方法 和橄榄油 要记住这个是特别的橄榄油 叫extra virgin 第一次拿出来的 还有是冻不是热的 是冻这样来拿出来的 地中海食法和简榄油 有心脏病的风险 低了31% 31%在这里 那这个是很大的数字 你自己想想一下 这两个食物 这种一分开就低了28% 这个就比起我们现在 经常叫人吃清淡的饮食方法 不吃油的 有一个比起的 那这次呢 就是我们说的清淡的饮食方法 这个呢 就是地中海和 Nux 这个地中海和 extra virgin olive oil 你看看它減低的是很 就是很significant 我们叫做很大的減低 那这个已经证明了 地中海食物和橄榄油 和堅果呢 是比较清淡的 是好很多的 那现在就要看一看了 正是讲参加地中海和 和堅果吃法 对代謝综合症有没有转呢 代謝综合症就是 结育了糖尿病的初期 那这个呢 就是 有1124人 在这个study 这个叫做很大的study 一年之后 食定中海 饮食方法和堅果一起 一年之后 看它有没有 逆转到它的代謝综合症呢 那这个看法就是这里了 食地中海和橄榄油 减了67% 食地中海和堅果 减了13% 食堅果是减了13% 对不起 这个错了 这个应该是地中海了 结论呢 就是怎么说呢 地中海食法和堅果有帮助你 逆转代謝综合症 所以这里很重要 逆转代謝综合症 这些就是study的证明 但我不讲得太多了 另外有个看看 地中海食法 地中海食法对蛋白 脂蛋白轻发的影响 这个就是 脂蛋白最好简单 就是说你的密度 低密度的胆固削 有什么影响 它里面有337个人 很高的心脏风险 食地中海的食法 食了三个月了 研究了三个月了 看看他的胆固削 坏的胆固削 密度 低密度的胆固削 就是坏的胆固削 有没有转度 这个结果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 低密度的胆固削 就是低密度的胆固削 坏的胆固削 吃鸡固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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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了 一大部分 你看到这里了 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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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吃清淡那里 就没有转了 就转了些少了 那他的 结论就是说 地中海的饮食方法 可以减坏的胆固削 以及改善其他的心臟的风险因素 那你看到 哦 地中海吃鸡固削 真的有帮助很多地方了 那现在又再看一看 地中海吃鸡固削 会不会减低 糖尿病 異形 这个看法 就是 地中海饮食 降低以认 心臟病 的发病率 就是 未吃之前 没有糖尿病 吃了多久 有多少人 糖尿病 多少人 没有糖尿病 那这里 418人 没有糖尿病 之前 就吃这种东西 这个study 就是 4年了 就是 就是 参加了 4年看他 糖尿病 以營的风险 是多少 那结论就是说 吃地中海 橄榄油 只有10%的人 这418人 10% 就有糖尿病 就是 转了糖尿病 就是 吃地中海 和 堅果 都11% 就是 两个都差不多 这个 比起来 如果吃 青南 那个 那个 叫低脂 那里 他就17% 就是 将近17.9% 就是18% 那他的 结论就是说 地中海饮食方法 可以降低你的 糖尿病的风险 52% 这个 这个 又是 其实 不是 主要 主要 不是最注重的地方 但是他都说到 糖尿病了 所以呢 是 是 没有 限制 就是 不用 戒口 不用戒口 不准吃 不准吃 那些 那些叫做 no calorie restriction 地中海饮食方法 可以预防 糖尿病的发展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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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是 血压 好了 总胆固醇和高密度胆固醇的比例又好 那些 C-reactive protein 这个是万性炎症就减低了 那这个证明了 地中海饮食方法可以改良我们心脏病那麽多种的危险因素 所以我们觉得 哦 地中海饮食是比我们清淡好很多的 那 那里面有一个讨论是怎样 那就是 那就是 说 地中海 饮食 会不会减低你的死亡率呢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现在就看看了 有7216个人 就是 那个讨论就是5年了 OK 那结果呢 就是7216人 有323个人死了 86个人 是心 和 130个cancer 323个死亡 81人 是 心脏病死 130是 就是 南静死 那 他 就是说 地中海饮食 用 nut 就是 nut consumption 就是 有吃坚果 可以减低你的风险 16,263个% 那你就看看 哇 啊 立即要 学一下 吃些坚果 就是 地中海饮食 方法可以减低你的死亡风险 那你说你自己应不应该吃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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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买些衣服 来吃一下 另外一个叫lion diet 我不想说哪里 又是一个 啊 啊 地中海饮食法的study 这个 credimate 和lion diet 的 heat study 就去 check 里面 看个 心 心臟病 发作用 中风的死亡 就是 你心臟病 未必定死 但是现在说 心臟病又死亡 中风又死亡 是有多少 那这个study 证明过 地中海饮食法 用olive oil 和olive oil 就是我们的 咖喃油 它死亡风险 低了31% 啊 啊 其中海饮食 Nuts 变了47% 那就是 它说 它死亡率 低了 39% 所以 啊 啊 这个lion diet 我又不能说很多 它又 no fat 就是我们说 吃清淡的 那个食法 现在很流行 香港人 老一批的人 经常叫你吃清淡的就是 有四个人死了 吃 地中海的食法 就没有人死 这个是lion diet mahat study 的 所以 地中海食法 是对你的死亡的 啊 就是心臟病 或者中风死亡的率 都会减低的 那你现在说减肥了 究竟地中海可不可以减肥呢 地中海饮食呢 不是一个减食的饮食方法来的 这个是一个健康的饮食方法 但是呢 它是可以防止心臟病 以及早死 就是早些死亡的 不会这么容易死亡 但是 当些人吃地中海时呢 他就会减肥的 你就可以在这里看到了 这些叫lokan 我们的 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吃清淡 不吃油肥的东西 不吃油肥的东西 很多人以为这样 就会减肥的 其实是不吃油肥才会减肥的 所以你看看 蓝色那里 但我吃甜中海 它减肥呢 是多过 这个吃得清淡的 ok 所以它减肥呢 应该吃多些少油 但是要吃好的油 这个呢 这个呢就是唯一的 啊 病痛呢 地中海好像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效 就是我来说的 老人痴呃 那这个研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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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 有整个 二万八千多 这么多人 在那里 开头是 有五十八点一岁 到 一共 就是 全部 没有 这个 二万八千零二十五人 呢 个个都没有 Demensure 就是 老人痴呃 的 二十年后 我说你们 你想想 跟踪了 这个二十年后 有 一千九百四十三个人 就是 6.9% 有 Alzheimer 你现在看 就是 Alzheimer 那 饮食雜饭 地中海的饮食雜饭 好像 跟 老人痴呃 没有什么关系 就是 你吃很多 都是会有 老人的 痴呃 所以 你就真的要去看一看 minor 这个的吃法 是专门帮大佬的 所以你自己要去大佬处 看一看 这种吃法 帮助老人的吃法 这次我不说很多了 那 现在这样的看法 地中海 吃法有很多 好处 那 他们怎么吃东西的方法呢 所以 我们一定要说清楚了 那 在这个 结论就是说 地中海 吃法 一种叫做健康饮食 可以减低你的心脏病 和心 血管病的病痛 和危险的因素 又可以帮你减肥了 这个呢 就是比起我们叫做 standard low fat diet 标准的低脂饮食 所以 地中海饮食 是比较低脂饮食 低脂饮食 就是我们现在 整天 医生叫你吃 不要吃那么多油 你吃 好像牛奶 要你 不要煎牛奶 什么都将你的油 减了 原来 在这个 地中海 diet 这个饮食 习惯 这个很长的study 做出来就是说 你其实 应该吃些少油 又应该吃些少奶 是不是 因为这两样东西 就是 特别帮助我们 身体健康 使我们的 很多的 慢性疾病的危险因素 是很减低的 我们说 这么好的食法 那 他们吃什么呢 你要说 他们经常吃东西 就是 蔬菜 水果 这个很重要 全穀物的 面包 意大利粉 米 是用原始的全穀物 就是 whole grain 还有他吃很多叫 extra virgin olive oil 就是一个特别炸出来的 很新鲜的 橄榄油 那么他就 差不多每一天都有吃些少奶 就是 但是 结果 种子 种子 我们就讲 grain 有时候讲 licum 就是 特别一种 豆类 dairy product 他们很少喝牛奶 多数是yogurt 有很多 earth 和香料 他们用很多香料 是他们的 吃东西方法 他们差不多 吃到东西 多数是 coutry 就是 吃 加 鸡 加鸡 海鲜 鱼 蛋 还有 potato 你想想他们吃potato 因为他们不是注重糖尿病 potato 和 这个豆类 就要吃很多 他们对 甜的东西 好像 我来香港都很喜欢吃的 怎么说 冬的奶茶 叫什么 有一粒粒的 叫做 香港的奶茶 好 就 喝很多 吃少很多 add sugar 还有 processed meat processed meat bacon ham 那类 肉 肉类 红 红肉 那些食物不是很多 吃很少的 所以我们要看一下 如何把我们香港的饮食方法 转了去 是 好像 地中海的食法 那我们想跟你讲一讲 这一道 第一样东西 麵包 他们吃的是全物麵包 这些下午都是全物麵包 这个是multi grain 就是multi grain 但是香港呢 比较难买全物麵包 他经常说香港的麵包 是 骗你的麵包 那些什么 pasteel 就是粉 河粉 粉面 粉 和麵 那我们要看一下 香港人呢 其实比这些少一些 很多 那 buckwheat noodle buckwheat noodle 就是蕎蜜的麵條 你看它是organic old buckwheat flour 什麼都沒有加的 只是 buckwheat 這個呢 イダマミ spaghetti イダマミ就是我們的綠色的大豆 未曾去日本餐室就吃很多食 吃イダマミ 用它做出來的spaghetti 這個應該會看了 粗米米粉 粗米米粉 應該會怎樣來買粗米米粉 這個呢 粗米河粉 所以這個呢 就是 whole wheat noodles 就是全麵的麵 這些呢 就是用brown rice brown rice 就是粗米做出來的 cappellini 就是像spaghetti那樣 所以我們香港人 要將我們粉麵飯 要串一串 比較多營養 有多些的纖維 所以這次這麼多的纖維 就多很多的 比較我們香港人 現在吃的粉麵 就是要把米粉麵做出來的粉麵 我們這個粉麵就要轉了 這個粗米轉出來的粉麵 這個呢 就五、六米 差不多的粉麵 其實呢 應該要靠多些的豆類 或者其他的黑米、紅米 或者是粗米 這個呢 有些少紅米在這裏 或者黑米在這裏 這些就是多些的 nuts在這裏 那 如果你想有香港的吃飯的方法 可以吃到好像正中海人吃飯 就是轉一轉吃一吃 這些這樣的飯 這些飯呢 比較 怎麼說 在市面上的餐飾度比較難一點 餐飾的最多給六粒 十粒 二十粒 紅米在你一整大碗的飯 它就叫它是有營養的 那應在這個study上就證明 如果你要加紅米 一定要加三十個巴仙 三分之一 那才對 將你的纖維 還有這些飯 變得健康了 這些呢 這個呢 就是叫全穀物 香港人不太吃的 這個就叫小米 種種不同的 白小米 黑小米 其實這個是叫做中小米 就是 brown millet 這個黃小米 在北方就用來煮你 好像當飯那樣吃的 或者有時候小米粥就黃小米粥 這個呢 就比起白飯呢 是好很多的 這個就是高糧了 高糧在北方就比較吃多一些的 那現在美國的歐洲呢 把這個高糧煮熟了 就是好像你的沙拉 就製一些高糧 在上面熟了的高糧 或者昆華也是這樣 這個小米 小米呢 在香港 就是吃了吃吃麵 用小米 就是磨了粉做出來的麵 或者磨了粉做出來的麵包 但是在美國 在歐洲呢 就很多人把這些呢 煮了好像飯那樣的 是當飯吃的 就是代替了飯吃的 這個呢 就是巴林的 乙米呢 乙米就煮熟了 就好像當飯那樣飯吃的 很多人呢 就比較 不是吃飯的那樣的味道 所以要轉一轉 加一些 就是比較其他的東西 有些紅棗啊 加一些Raisons 下去等它味道甜一點點 這個呢 就是乙仁了 乙仁和乙米呢 經常在香港很多人說 混亂的 乙米呢 是叫做大物 乙仁呢 是 英文叫做teardrop 另一種的 很多人用來 就是粉來沖來喝 很多人來煮湯啊 或者煮整個好像當你飯那樣吃 或者吃整個湯很多燕仁在裏 就只有幾粒 這個呢 就是 乙麥了 香港人吃的乙麥呢 就太過 蜜片了 蜜片呢 就 沒有怎麼說 香港呢 已經 尤其是對唐尼米那些人 乙麥要吃這一種的 要煮久一點 這麼多 硬硬的 一慣吃這種的乙麥呢 你就不喜歡吃那些蜜片的了 所以 香港人就要 要 改良一下 就要食修一些 這種的 毒類 那就油了 我剛才不是說 簡單油了 extra virgin olive oil 就是這個 但是 香港人炒的炒法 和西方 尤其是 Mediterranean 其他人炒法不同的 香港人要做 晚火的 所以就是 用這兩個 Chamelea seed oil Arlacato oil 這兩個 就可以炒的 香港人的炒法 這三個 就是 比較 Omega 3 和 extra virgin olive oil 可以比較的 那這些呢 我就會贊成 你 有些菜 灑了些菜 或者蒸了些菜 倒 一些這樣的油 Ham seed oil Chia seed oil Flex seed oil 或者 extra virgin olive oil 倒入油 倒入菜裡 那你 加量你的好的油 這個呢 就是三個 剛才的三個油 Flex Ham seed Ham seed Hat ham seed 是這樣的 就 拿出來的油 是這種油 在這裡 Flex seed 拿出來的油 在 我在 很久以前 是行過 台北的市 街市 有人 那些 Flex seed 就是 幫你把 Flex seed 炸些油 出來 油 其實Flex seed 自己 也有很多幫助的 這個就是 Cheer seed 炸出來的油 Cheer seed 這三種油 和這三種種子 這三種子 是 是 最有幫助的 因為 它們裡面有很多 Omega 3 植物的 Omega 3 其他的油 都是 太多 除了 Omega 6 其他油 有太多 Omega 6 這兩個 六 和三個比例 是我們吃東西 很重要的 那 我們有很多 Nuts 其實 這個 叫做 Nuts and seed 但是 在美國 我們叫做 Ligum 這些 都是 Ligum 這個是 Lentil Black Beans Kidney Beans 綠豆 這邊是 紅豆 這個綠豆 香港 就好像 吃少些 這些 Nuts 和 Ligum 發生在這裏 我們應該 就吃多些 這些 Nuts 和 Ligum 這個就是 Ligum 發生其實是 Ligum 所以哪裏 是 Chick Pea Nantil Dry Pean 這些下午 都是 Ligum 另外一個 叫 Pulse 這邊 就叫 Nuts 所以這些下午 都是 Nuts 這兩方面 在地中海 有些人都吃很多 香港人 好像 這邊吃少些 Nuts 都不是吃那麼多 所以我會提議你們 吃多些 不要怕它 哇 這麼油 不吃 不吃得 Nuts Nuts 裡面有很多 好的油 又有很多 好的 營養 另外就是 雞蛋 加銅 加銅 我不用說 總之 地中海人 吃這些 飲食方法 就很像 地中海人 吃很多 新海鮮 海鮮 海鮮 雞 雞蛋 以前 營養師 就說 不要吃雞蛋 因為蛋固醇 雞蛋 可以吃很多 蛋固醇 不關於我們身體的蛋固醇 的食物 另外就是 生果 蔬菜 這些 真的 任你吃 蔬菜 生果 吃少些 蔬菜 叫做 leafy green 任你吃 就是這樣 我希望 你可以 將你自己的 diet 轉一轉 好像是 地中海的飲食方法 將你所有的 風險 減低很多 剛才我告訴你 為什麼 地中海的食法 到現在 差不多每個醫生 每個專家都說 是最好的 最好的 飲食方法 再加上 特別的 Extra virgin olive oil 特別的 橄欖油 和 結果 那個效果 特別好 所以 我的贊成 就是 你們 如果是 飲食雜白 幫助這裡 就會減少你很多 心臟 血管 的風險 糖尿病 的風險 體重的風險 就是 家體重的風險 都會降低 好 今天先說到這裡 拜拜 太陽 了 你 看